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我国顿购机近几年能够在海外市场快速发展 根本原因是我们在产品技术上的不断突破和升级 对于高端制造设备来说 智能化的水平直接决定了出口的底气 我们继续来看 大家眼前看到的就是顿购机的刀盘 也就是顿购机在隧道绝境当中的铁石钢牙 虽然它的结构在表面上看起来毫无规律 但是它的每一处设计都体验着科研技术的精益求精 就像眼前的这个蝉斗 以前都是单开口的 但是后来为了在施工过程中保持顿购机的工作姿态 则优化成了现在的双开口 同时它的间隙和开口大小 也根据不同的项目工程而量身定制 肖伟是这些出口顿购机的研发设计人员 他告诉记者 刀盘上这些开口的大小和间隙 可以对岩石的力净进行限制 防止大力净岩石对出扎系统的伤害 肖伟说 这些年他们在顿购机的技术研发上 投入非常大 对每一个产品和项目上都力求创新升级 就是为了让顿购机在使用上更安全 便捷 操作上更加智能 传统的做法就是我们顿过去施工 跟这个羊股施工是分开的 不利的作业 但是这个项目有些特殊性 由于隧道里面可能存在一些不安全的气体 那样子是不安全的话 那么我们怎么样突破这个难点呢 我们就把这些东西集成到顿过去上面 顿过去施工加羊股区域 以置信到位 技术的不断升级 让产品出口增加了底气 刘勇是这家公司海外部的负责人 他告诉记者 在水平绝境方向的顿购机方面 他们公司生产的顿购机直径 涵盖了从0.5米到16米的范围 每一台顿购机都是定制化的智能产品 最近三年 他们顿购机的出口一直保持快速增长 2023年出口增长了50%多 这个从最后面开始 是我们有不同数量的台车 台车主要是装配我们顿购机 整个这个大设备的一个配套系统 然后前面主要的结构 就是盾体以及刀盘 那整个这一个长度大概会有多长 一般来说是接近100多米 就这台设备来说 应该是120米左右